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腿很直 你发现没有 整个膝盖全都断了 她是这么折过来的 她有没有责怪 你说让你以后不准再做这样的高空表演 她说这个很危险 这个不是正常人去做的 她说随时都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 她不想我受伤重演 结果你听了她的话吗 结果没有 她每天看到我这么热爱这种高空节目 然后以后也就没有再劝我 一直都是我老婆幕后的支持 所以说今天来这个舞台上我还向我老婆报 我老婆是一个女强人 你要向她告白是向她感谢还是什么 感谢她 你支持我的工作 不管是作为母亲 作为妻子 我真是一百个不支持 如果她真心喜欢这份职业的话 我觉得我就应该去支持她 作为女人一定要支持自己的男人 尤其她的事业 但是你已经是人父了 所以你有责任了 不是自己的冲动了 你前面有个过失 难免将来就不会再有吗 我最远的选择了这条道路 我就会一直走得下去 一直坚持下去 因为很多国外的人来中国应战的时候 中国一湖高空很少很少 我不希望我们国内没有高空飞跃的制度下 我觉得如果说我有她那本事的话 我也愿意那样子 如果真是你老公 你支持啊 我支持 她要摔伤了呢 我养她一辈子了 我只能说她爱她的事业 比爱自己的妻子要多一点 但是你对这种高空事业的狂热 我们谁也没办法阻止你 就像你所说的 很多情况之下 它不光是一种完美的演出 它还能代表国家的光荣 我认为这是一种 你买了保险吗 没有 你保险也没买 对 为什么保险不买呢 我是自个人认为 可能是错误的 有很多人我买了保险 在空中 就感觉 我买了保险 没事 就没有自信 其实演出 这个演出上面 就在一秒钟 瞬间一秒钟 一刹那间 如果说心里不在这上面 一下子就可能 就要飞出去 但是 我自己认为 没有买了保险 我演出就很自信的